11月23日晚,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在厦门举行。这是一次电影人的聚会。老中青三代电影齐聚一堂,共同见证我国电影的画展。由于某种特殊原因,今年的金鸡奖比往年的规模更大,邀请的嘉宾更多。各大奖项的含金量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。 在经过激烈的角逐后,电影《第九天长》的两位主演王景春和永梅,分别获得了最佳男女主角奖。曾经红毯上的常客,所到之处都会成为焦点的范冰冰。因受税务风波影响未能出席金鸡奖颁奖礼。24日晚,有网友偶遇结束了金鸡奖之旅的老艺术李明奇老师在机场现身。 李明奇老师退休之后常居北京。此次在厦门参加完金鸡奖后,他便前往厦门机场准备飞回北京。 这一次,李明奇老师并非一个人现身。他的身边多了一位戴着墨镜的白衣男子,一直搀扶着李老师。 在这期间李明奇曾多次推脱,表示自己一个人可以,戴墨镜男子还是坚持相送。 该男子不是别人正是范冰冰的贴身保镖。 在金鸡奖举行颁奖典礼的前一天,范冰冰在郑州参加了女童守护者百成行动启动仪式。 当时范冰冰就是由该男子全程护送。范冰冰派出保镖护送李明奇的暖心行为。 也被网友称赞其有情有义。在金鸡奖闭幕式典礼上,李明奇与老伴一起走了红毯。 与年轻人相比,他明显更加的从容,给人的感觉不像是走红毯,而是去公园六窝。 容摸摸李明奇与林心如重聚的画面,引起了观众的集体回忆。 林心如和范冰冰都是凭借环珠格格活起来的。 私下里范冰冰和李明奇也常有联系,只是这一次她本人不变现身,所以就派保镖亲自护送容摸摸回家。 受到税务事件的影响,范冰冰一直在娱乐圈的边缘活动。 她做了很多的努力,但现在仍然没有被主流媒体接纳。 虽然范冰冰没有新的作品呈现,但她目前的热度和媒体曝光度都非常高。 有任何消息都会被媒体报道。 昨日李晨生日,范冰冰便蹭了一把前男友的热度。 在朋友圈为李晨送上了祝福。 该消息立即占领了各大娱乐圈板块头条。 最近范冰冰一直在通过积极参加活动来保持自己的热度。 相信终有一天大家会看到她的诚意。 这一次范冰冰派出保镖护送容摸摸李明期老师,也被很多网友认为是炒作。 我倒觉得这是范冰冰真情实感的流露。 大家觉得呢? fallen了,现在都没有人家庭区域领和水晶的交易都会发生。 我开始尝试一下。 你抹一下死糯了。 他会有很多孩子。